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德 感謝你們再度回到漫威英雄終極聯盟3的遊戲影片啦 上一集英雄們來到了黑暗空間躲避暗黑號令的追擊 來到這裡後卻發現似乎有人正嘗試打開黑暗空間的裂縫 打算讓這裡的怪物穿越到現實世界當中啊 在途中英雄們碰到了怪物獵人艾爾沙血石 他也因為在倫敦發現裂縫出現一堆屍心怪 身為怪物獵人的他也不得不加入這場戰鬥當中 英雄們也只好想辦法去關閉黑暗空間的所有裂縫 避免怪物跑到現實世界中去作亂啊 就在關閉其中一個裂縫的同時 惡靈戰警也從裂縫中衝出 而他的目的也是打算消滅這些怪物們 就在英雄們合力關閉許多裂縫後 在最後一道也最巨大的裂縫前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這個人就是至尊魔法師奇異博士 但他卻遭到閒靈多瑪木的控制 打算讓黑暗空間與現實世界融合為一 英雄們只好選擇與奇異博士一戰 費盡的千辛萬苦 才勉強將多瑪木趕出奇異博士的身體 不過這並沒有打敗多瑪木 掌握現實寶石的他 還在他的領域當中等待著英雄們的到來 好我們接下來要來去打多瑪木了吧 但是在打多瑪木之前呢 我們來換一下隊員 我想要換奇異博士出來啊 來吧 我們讓小蜘蛛下去休息 來換上我們的至尊魔法師 OK 奇異博士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他的招式好了 奇異博士的第一招 噴火 這招在上一集有看過了 然後第二招 這什麼東西 三道紅色的光束 然後第三招 龍捲風啊 風屬性的攻擊 然後第四招 召喚出一個分身 然後放光束砲 還行還行 這四招感覺都還蠻強的 不管了 我們直接去找多瑪木吧 來吧 欸 洛基 怎麼會是你 我也是多瑪木欸 洛基終於登場了 你還在提金霸王啊 他都很久沒有我們打敗多久了 喔 他拿到同位觸發是嗎 看來 我們是該打敗洛基啦 看穿洛基的把戲 制止他的惡座巨星 惡座巨之神 我們用奇異博士來跟你打 喔呦 危險危險 我燒死你 看穿你的把戲 嗚呼 幹什麼 搞囉嗦啦 我要代替你哥哥教訓你 這個洛基 也不是很強 打我們還蠻癢的感覺 我們就 我們就快點收拾掉他吧 幹嘛 你想召喚春生是不是 果然 我們洛基最會的就是分爭術了 那我們就一人一個吧 看我把你春生都打爆 神仙在 你是該三次而後行的啊 這麼衝動 就想要來對付我們 更換我們隊上有 飛鴻女巫跟奇異博士 好弱的神 直接被打趴 靠他超多水晶的欸 靠他超多水晶的欸 我必須認同 這個聯盟 你建立的聯盟 挺有興趣的 怎樣 你想加入我們是嗎 可能 我應該要 自己製造一頓 自己來組一頓 到底是出來幹嘛的啊 給我們一堆水晶就這樣 算了不管了 這可能只是圖中的一個小Boss而已 我們還要再去找多瑪慕 多瑪慕 我這什麼地方啊 暈喔 多瑪慕你在哪裡 多瑪慕 哇 又是一堆狗屎 走開啦 這些狗屎真的是很煩 而且還有金色的狗屎 怎麼回事 多瑪慕前一天晚上吃了什麼東西啊 算了我們先想辦法清理環境好了 實在是太多有點煩啊 來吧 多瑪慕 是時候 該來跟我打一場了吧 我不是來跟你談條件的 我是用來直接打敗你的 邪靈多瑪慕 你也是一個燃燒的頭顱啊 我們隊伍當中也有一個 哇 限時寶石 想辦法打敗他 夥回限時寶石 品食術 好像很痛喔 加油各位 有東西丟他 我丟 我再丟 不要過來 奇異博士直接開大 看我炸死你 好沒用 跟抓癢一樣 這盲目的血量很多喔 他應該也算是一個大BOSS了吧 所以如果太好打的話就不好玩了 身為一個大BOSS 我有這麼多狗大便的手下 真的是很丟臉 不要太丟啦 可是我發現他的招式其實打得不太痛 我們奇異博士基本上都沒什麼扣血 我還以為會很痛欸 不過還好吧 喔有了有了 撤現在 終極同盟極限 扁他 啊 終於扣了快一半了 我的天啊 我們除了要清那些狗大便之外 還要撿狗大便身上跳的一些石頭啊 拿那些石頭去丟他 他就會有機會破防 像這個東西 只要他破防的話就好打了 有了 再來 趁他現在昏迷 快點扁他 趁現在 大贏你啦 多回限時寶石 他不會這樣就輸了 他會越來越強 哇 真的是花了好久的時間喔 打這一隻真的是打得有夠久的 但是其實不難打啦 還蠻簡單的 變成一場恐怖的災難 你平常他神采廢洋的模樣呢 這集是魔法師的主場啊 至少我們拿到現實寶石了 不是嗎 但我們又多一顆了 等不及要回家去討好地檢驗一番 喔對 X學院已經被都更了 好喔 果然還沒死 他在這邊就是不死之生 還會再重生的 但我們 最絕對可以 而且 如果Dormammu 把這個黑魔法淹到我們的世界 他也會不停止 當然 沒有實際的石頭 他不能融入我們 而 沒有暗力 他不可能會長久 所以 如果我可以開一門 回到我們的存在 可能我們可以把石頭 拿到石頭 那我們到安全的地方 他要復活了 真的是到哪裡都不對耶 我的天啊 好不容易跑到黑暗空間 想說 安全一點的 結果 這裡又是哪裡啊 哇是亞提蘭耶 我們到了一人族的帝國了 黑浮王耶 黑浮王耶 不是輕易浮王啊 不一樣啊 美杜莎 好可愛喔 我們是人族 一人族 這家伙不能夠隨便開口啊 這一開口就吵死人了 所以他們 不要啦 欸 收留一下我們嘛 對啊 收留一下嘛 女王 說服一人族皇室提供協助 好喔 美杜莎皇后 我需要安全的地方來對無限寶石進行測試 阿德蘭都在搖擺 你那樣的蠻蠻蠻的樣子 幫一下忙嘛 對不對 你那麼漂亮 也許我們這時候應該放下種族之間的分歧 尋求彼此的和平的陛下 那時候已經很久了 我們已經被人們捕捉了幾十年了 我們的戰鬥跟蠻蠻蠻還要新鮮 我們只要留下一個人 我們必須放下仇恨 我記得比起繁木成仇 我們跟擅長並肩作戰 如今無限寶石人山落各地 我們會需要每一位英雄的力量 除非你打算永遠躲在這裡 用我們奇異博士來跟他們談判 戰略性撤退 忽略地球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或許很容易 但是暗黑號令正在蒐集無限寶石 如此一來 薩諾斯就能夠毀滅地球 你打算就這樣坐在王座上看著這件事情發生嗎 唉呦 看來是說服了是不是 你會永遠都會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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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說服了 水啦 欸 怎麼了 我的肚子好痛 好想拉死啊 被攻擊了嗎 WTF 怎麼來推雜兵啊 關心一下藝人族皇家事物 好喔 這些是藝人族的指名嗎 他們都氣笑著是不是 既然這樣的話我們還是要幫一下忙 幫他們清掉這些傢伙 這對我們來說輕而易舉啊 看來他肚子真的很痛啊 欸 你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我記得他是沙諾斯的兒子吧 對 薩恩 他是沙諾斯的兒子 啊對齁 我記得沙恩的媽媽好像也是藝人族吧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沒有記錯的話 用他的皮來走路 他還會想說 野獸各種好奇喔 我沒有信心 我沒有信心 握個手而已嗎 幹嘛這樣 蜂洛蘭 為什麼他會被尋求庇護 my father 果然就是他 超級超級重的 因為為了個原因 他真的要讓死了 他的名字是Thanos 如果你有幸運的話 你沒聽過他的 幸運不是在我們的地方 但是我有感覺 逼得我們跑到這裡來 逼得我們跑到這裡來 好那我們今天就暫時玩到這邊告一段落 沒想到連薩恩都出來了 不過看來薩恩應該會站在我們這邊 天~~~吧 我也不曉得 那有了解過漫威漫畫的觀眾 應該也知道薩恩的實力也是超強的那一種 而且曾經還有得到過鳳凰之力啊 那劇情連載到這裡連薩諾斯的兒子都登場了 看來也是離結局不遠了吧 好啦 那如果說你喜歡這部影片 還想再繼續看下去的話 就幫影片點個喜歡吧 有越多喜歡熱的就會繼續玩下去囉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 記得訂閱Reddit頻道還有開啟小鈴鐺 讓那個隨時追蹤到更新影片的動態啦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